县府客家事务处最近和县远张怀文还有寿风客署会进行了寿风客家廊道会刊 而客家廊道第三期工程进度超前已经达到70%了 寿风客署会理事长以及干部们也提出多项意见 希望客家事务处可以进行工程上的微调 以符合当地居民对客家文化廊道的期待 寿风乡的客家廊道第三期工程进度超前 工程进度达到70% 许多的装置正成品已呈现出来 也让当地乡亲感受到客家文化的体现 客家文化处处长彭伟族也表示 在施工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必须做微调 也会将民众的意见与寿风乡公所以及施工单位进行协调 磁砖下去你随便用磁砖一块它是整体的一块 比如说我是同城就是留 你这边就弄一个然后贴上去就好 后面补充很快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做 这些空的地方 有空的地方就可以补上去 我们这一次在寿风客家文化会馆 跟我们的乡亲还有议会 保安小组 我们的民政小组一起来考察 那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利用这个机会 能够跟乡亲做第一手的那个意见的交流 尤其是我们寿风客家廊道第三期工程目前已经进度超前到70% 那有很多的成品都已经设计出来 那民众也非常亲切的感受到各家文化的一个体现 那当然在施工过程里面有一些必须要调整 那我们也会跟收封箱公所还有施工单位 来做一个更精确的更符合民众需求的一个调整 让这条街在完工以后能够更体现 寿风那个农农客家的那个气氛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属于工程外的 我们也会在规划上 在跟收封箱公所当地 我们的客家的寿风分会的总干事理事长 我们也交换意见 让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不足的需要扩充的 我们就把它提案在第四期 接下来的计划里面我们来争取预算 客家事务处处长说 在目前的第三期工程已经达到70% 之后也会将跟客委会续提明年度第四期的工程 而透过这一次的意见交流 了解当地居民希望微调的装置艺术内容 希望能够将居民对于客家文化内涵的体现 能够在客家廊道上展现出来 让游客到访时就能够感受到客家文化的特色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 如果您可以用航行车的输入 请订阅里面我们来看